沒有 因為是WHO嘛 喔 WHO 哈囉 各位現場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曉惠 大家好 我是Freddy 又到了我們一個禮拜一次的 巧之味的時間 那麼今天呢 我們請來的是 國會超級無敵受歡迎的Freddy 因為我現在剪頭髮以後 那個支持度好像一直不斷的下滑這樣 真的假的 沒事只要一開直播 到現在都已經不知道幾個禮拜了 都還有人在下面留言說 你的頭怎麼了 我跟你講我剛剛真的在路上 我好麻煩 你剛剛不是在我們一起光紅綠燈 你叫我真的沒有人出來 坦白講 我們要開放留言 然後大家歡迎把你認為Freddy適合的 新髮型貼圖喔P圖放上來 好 我就盡量挑戰 其實今天來找Freddy一起來呢 是因為明天就是一個 對我們來講其實蠻有意義的日子 對 因為我們一起度過了第九屆的立法委員 那是一個 經歷了很多重要的法案 但其中 就是在去年的524通過的這個同婚法案 我很有感覺 你也應該很有感覺 對 這個尤其現在有臉書以後 只要一接近524 每一天的那個照片啊 我們全部都會那個回顧 其實真的 現在回頭來看 你就覺得 欸真的啊爸爸還是爸爸媽媽還是媽媽 其實太陽還是從東邊升起 這個社會並沒有什麼改變 對 真的就如同我們要說 連民調也是這樣 不是只有我們 看民調九成以上的人都說 他生活沒有任何變化 其實真的沒有改變啊 對 可是這個在通過之前那個 真的是 有一段時間很緊張 驚討海浪 那個時候壓力真的很大 所以你沒有辦法理解說 113個裡面到底有多少人會支持 能不能夠是一個多數 有好幾次我們兩個在那邊算 那個算數就是我們會失敗 我都還記得就說 就差那幾秒 就想說這幾次不不差 可是 可是那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不是只有過半 或者是剛好過那個門檻而已 他甚至是要有一個比較大的差距 懸殊的差距 才會有意義把社會的紛爭止息 我自己覺得啦 其實民進黨後來能夠大家穩定的 終於又回來了 團結一新的說 我們就是朝一個進步的價值推去 其實那時候蘇院長在自己 我們自己黨團的演講 是很有凝聚效果的 拜託大家 請大家明天勇敢的站在一起 大家明天這歷史性的時刻 撥下關鍵的一票 但是我也要進一步說 我覺得你那時候在我們的議場上面 發表的那篇演說 真的是連我在下面 我真的很認真給你拍手 那真的是震撼 因為我那個時候已經累積到快爆炸了 你明明知道不是這樣子 還跟著外面扭曲 惡毒 抹黑 錯誤的資訊 在這邊起舞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社會對立 其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的意見 一定是那一天所有 在推動這個婚姻平權的 所有的同樣理念的立委 一致的一個意見 那我就把握那三分鐘把它全部講出來 我真的覺得那時候其實很努力 因為我們一直都知道我們的目標在哪裡 可是 畢竟我們就是要折衝社會上不同意見的 對 所以其實已經 這裡喬那裡喬 也就漸漸漸漸的往一個方向再去 當然過分偏剖的意見 我們也是要負責把它擋掉 確實是那時候 也是我們相信 真的是相信我們所相信的 保護我們所保護的 然後就在那裡投下那一票 那時候真的是 其實真的是不計後果啦 反而是有差的是什麼 我相信這個根據統計嘛 我們已經有幾千隊 真的是在這一年當中 他們相處很久 或者一段時間了 那他們終於有機會 因著這個法案 對不對 他可以得到一些 一起去經營自己的家庭 對 得到一些法律上的保護保障 那我們也很替他們恭喜 所以 大家要加油喔 不要辜負了我在天橋的眼淚這樣 對對對 大家都要開心快樂 開心快樂快樂 好 那所以要進入到家庭 對對對 那所以秘如現在會怎麼樣 會唱閃靈的歌嗎 會講話 他比較小的時候會唱閃靈的歌 因為我小時候 他還沒說話的時候 我都是 搖他睡覺都是唱閃靈的歌 他會睡不著 等一下 好難想像喔 搖小孩睡覺唱閃靈的歌 你唱一下 你表演一下 我會把它唱成民謠版 讓後製來為大家呈現 那所以養女兒 你會怎麼樣特別說 欸你可以做這個不能做那個嗎 不會 應該不可能吧 我是專門買褲子那些給他的 小孩子穿褲子比較方便 對 其實溜滑梯什麼真的差很多 所以我也是 其實我也是都買褲子 所以看起來沒有特別是因為男生或女生 但是我有發現 就最近因為他那個 迪士尼的卡通啊 冰雪奇緣嗎 你的小孩也看冰雪奇緣 看海洋奇緣啊這些的 但是 我就開始放前面前期的那一段以後 他就一直說要結婚 就例如 因為他是先看 近代的迪士尼 再看前面的 然後開始就覺得 是不是人都是為了要結婚 那一過就跟我跟Doris說 現在結婚很好 然後說 不是找到一個好的人 很好 我跟你講 其實現在新的連卡通 真的都有調整啊 對 我們小朋友小時候看的 都是那個 小公主Sophia 結果那個公主就是跟你講說 已經不是穿漂亮衣服啊 去參加Party 這個公主 真正的公主 是要跟大家站在一起了解 大家的問題是什麼 而且因為你是公主 你柔軟 所以你可以聽東西以後 然後去解決問題 說起來這樣 我覺得我老爸其實 很有性貧教育的概念耶 從小就沒有說 人生以結婚為目的 而是以發展自文性去做目的 而且男生會的你也要會啊 倒不是一種強迫 而是事情本來就沒有分男生女生 真的 事情沒有分嘛 那所以你就是該把這件事情 學會 然後下去做 既然提到育兒 就來考考委員育兒的小嘗試吧 來本的通號溫度是幾度 A45D70C60 真的嗎 不是嗎 好好好 A45D70C60 喔我對了 WHO建議 蛤 沒有因為是WHO嘛 我 WHO 可是我記得那個熱水瓶上面 都是寫60 沒有啦你已經離10年了 離10年了 離10年了 寶寶座大使要進行休閒儀式 A4個月B1個月C3個月 這個我一定是不會的 為什麼 亂猜好了 亂猜錯 你真的沒有在SHUNO 我是家裡非常有名的什麼不相信傳統儀式 不相信那個星座什麼 是是是 三個月以下的寶寶不能用下列 哪種方式量體溫 A 體溫 B 耳溫 所以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我家都用耳溫 所以我就不知道 蛤 是了啦 那我家還能用耳溫 好啦 算了 沒有你那是三歲啦 寶寶是只一歲以下 但是以前我們家的溫度怎麼弄 一體顯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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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吧 這對我來講是懲罰啦 喔 這個滷肉飯的味道好重喔 喔 在這裡就可以聞到了 對啊 如果不看到披薩的話 應該會以為是滷肉飯 真的耶 這個 我很喜歡滷肉飯 但我覺得不應該這樣 今天非常謝謝Freddy來巧之味喔 跟我們一起分享了 這個 去年五二四我們兩個心情啊 那這個 結尾呢 還是要請Freddy幫我們唸一段 我的巧之味台呼 拜託囉 沒問題 如果你喜歡巧之味 歡迎按讚分享訂閱蘇小惠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巧之味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呃 其實我跟巧惠認識很久了 所以 我跟巧惠其實要聊什麼議題都 很輕鬆的就可以聊起來 從爸爸媽媽聊到小孩子這樣 所以 請大家來收看我們最自然輕鬆的 那也可以看到我們不一樣的影片 謝謝大家